吴蕾北电报道,学校食堂广告亮了,网友,三十弟弟还敢去吃饭吗?马上就要开学了,吴蕾在北电报道的消息,也受到大家的关注。 本来是高兴的事情,却在看到北电学校食堂的广告时无语了,有的网友甚至替吴蕾感到担心,有这样的广告等着,三十弟弟还敢去吃饭吗? 北电一直是许多艺人心中的学习圣地,吴蕾以北电第一的成绩考入其中,前去报道自然也受到大家的关注。 穿着清爽的吴蕾简单的白衣黑裤,丝毫没有明星架子,其实宋祖儿也是北电的学生,想必这一届的北电又会出不少优秀的演员吧。 但是北电学校食堂的一则广告亮了,网友注意到学校食堂接了一个广告,十八级表演专业的吴蕾同学未来也会在这里吃饭。 他主演的道破苍穹此刻正在腾讯视频热播,看到这样的广告,不少网友表示没脸看了,不知道吴蕾在看到这样的广告时,还有没有勇气进去食堂吃饭呢? 有的网友则表示腾讯就是霸气,这样的广告都能放在北电食堂。 很快网友的目光就被食堂的广告吸引了注意力,十八级表演专业的吴蕾同学未来也会在这里吃饭。 他主演的道破苍穹此刻正在腾讯视频热播,看到这样的广告,不少网友表示没脸看了,还有人调侃,三十弟弟还敢去吃饭吗? 有的网友则表示腾讯就是霸气,这样的广告都能放在北电食堂。 豆破苍穹是天残土豆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,吴蕾饰演的肖炎本是恋武奇才,因为剪刀戒指却无法修炼,受到族人的羞辱。 后来在药臣的帮助下才逐渐逆,林远在这部剧中饰演肖炎的妻子肖勋儿,是一位影视家族的大小姐,在肖炎落魄的几年里一直陪伴着她,最后和肖炎一起战斗,向邪恶势力迎颤。 除此之外,毕竟也出演了这部剧,饰演的小依仙,也是肖炎的红炎之己,只是红炎弗命罢了,陈楚河的药臣,心之类的美渡沙女王,都是这部剧中精彩的看点。 加上李若同复出饰演肖炎的母亲吴文心,相信这次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 北电96明星班是最有名的,黄晓宁、赵薇、陈昆都是如今的一线大咖,相信三十弟弟在北电学习之后,一定会更加出色,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 对于北电学校食堂的这次广告,你们怎么看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